我被假千金推下五米高的舞台 亲生父母和哥哥们却踩着我的身体 跑去安慰受了惊吓的养女顾妍妍 事后更是将我一人丢在医院躺三个月 痊愈后 我独自一人从医院回家 却看到我的家人正在为顾妍妍庆盛 怒火直冲大脑 我直接走上前开始发飙 我一把抓住顾妍妍头发 用力把她脑袋按进蛋糕里 大哥喝赤道 你在发什么疯 快给妍妍道歉哈 我一巴掌打到大哥脸上 道你妈欠 你给我闭嘴 二哥也开口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反手一巴掌又打到了二哥的脸上 三哥嘴巴动了动 还没开口就被我喊着闭嘴 气得脸都扭去了 我爸刚想发飙 我抢先了一步 催了他一口唾沫 我不想听你说话 闭好你的嘴 见者有份 我可不会像你们那么偏心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冷冷扫了顾妍妍一眼 顾妍妍下意识抖了抖 害怕的躲到大哥身后 我冷笑 这个家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如果想让我留下来 就立刻把他赶出去 以后别再让他踏进家门半步 我爸怒不可遏 妍妍永远是我们顾家掌上明珠 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 这里就永远是他的家 三哥道 你怎么那么恶毒 妍妍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他 还想把他从家里赶走 我又是一巴掌打到他脸上 三哥气得肝肝欲裂 你太过分了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 三哥站起身准备动手 此时 其他家人都回过神来 纷纷站起身 准备一起动手打我 他们虽然人多势众 但我出手又脏又疯 对他们吐口水 拳打脚踢 抓到什么就砸什么 他们四个大男人 竟然都打不过我这个弱女子 我趁段跑上楼 边跑边说 既然你们都不想 把顾妍妍赶走 那我走 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们顾家断绝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我跑回房间找出自己证件 然后从窗户跳下楼 客厅里 顾妍妍抱着父母哭得伤心一绝 呜呜 我一直想和妹妹搞好关系 有什么好东西 都第一时间想着她 没想到她竟然那么容不下我 爸妈 我还是离开顾家算了吧 毕竟妹妹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就算她品格再怎么不好 可她身上终究流着你们的血 而我只是一个外人 顾妍妍说的情真意切 我妈既心疼又感动 你别瞎说 在妈妈眼里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女儿 谁都可以离开顾家 就是你不能离开 三个安慰道 我们拥有 你这么善良时大体的妹妹 是我们的福分 顾妍妍咬了咬唇 可是爷爷去世之前 把公司30%股份都留给妹妹了 她要是利用股权去公司冒事怎么办啊 我爸皱眉 她手里的股份的确是个问题 不过她既然要离开顾家 那么属于顾家的股份 自然不能让她带走 明天我就带人去找她 把她手里的股份要回来 酒店门口 我漫不经心地靠在门口柱子上 一辆麦巴赫缓缓驶来 接着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 这个男人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富裕 富士集团掌舵人 海诚首富 也是顾家的竞争对手 我抬脚上前拦住富裕去路 富裕停下脚 冰冷的视线落到我身上 我率先开口 富总 我想跟你谈一笔买卖 我手里有顾氏集团30%的股份 我想把这些股份全部卖给你 原本满脸寒气的富裕在听到我的话之后 开始认真打量我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楚桥 顾家真千金 我想富先生应该知道 顾家老爷子去世之前 把顾氏集团30%股份留给我的是吧 富裕饶有欣慰地挑了挑眉示意让我进去 我跟着富裕上了酒店总统掏房 他在我对面沙发上坐下来 开始吧 你那30%股份想卖多少钱 我开口道 3000万 他眼里露出一丝惊讶 盯着我看了许久 楚小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要3000万 他惊讶道 你知道富士集团市值多少吗 我认真点头 我知道 估值300亿美金 估值300亿美金 你30%的股份只卖3000万 你在逗我吗 我坦然说道 我没逗你 我只要3000万 但我还要和你额外签一份合同 富裕又挑了 挑眉示意我继续说 顾佳肯定会报复我 我要你保我平安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我希望在一年之内看到顾氏遗嘱 富裕对我的要求有些震惊 不求甚解的道 你爷爷对你那么好 把30%的股份留给你 你却想让顾氏消失 你就不怕他死不瞑目 我眼里露出一抹嘲讽 我就是要他们顾佳 死了的不能瞑目 活着的悔恨终身 所有人都以为顾老爷子 把30%的股份留给我是对我偏爱 却没人知道 这股份是我威胁那个老头给我 顾佳那群人从上烂道下 而那个糟老头子 是最烂最恶心的 富裕没有多问什么 立刻叫律师打印好合同送过来 一切办妥 富裕立刻让人放了款 签好协议之后 我才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兔先生 我可不可以再提一个要求 可以 你随时都有提要求的权利 但我也有不答应的权利 我此刻有些凌乱 冒昧的告辞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楚小姐 不妨说一说你的要求 说不定我会答应呢 我停下脚步看向他说道 我和顾佳脱离关系了 目前无家可归 如果傅先生名下有多出来的房产 我希望你能借一处给我住 酒店或者住的地方都可以 顾佳人肯定会隔三差五来闹 富裕爽快答应到 潜水湾一号中原 我到了谢之后 转身就离开了 时间太晚了 我直接在附近开了一间普通客房住下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 房门就被人强行打开 楚桥你给我起来 三哥怒吼一声 我被破醒了过来 你快起来 把这份合同签了 我爸冷着脸把一份协议砸到我身上 做出所料 顾佳这是要逼我交出股份 股份是爷爷留给我的 我没有要转让的意思 我不签 我爸怒吼 那是我们顾佳的股份 你都不把我们当一家人 有什么资格拿顾佳股份 顾妍妍柔声开口 瞧瞧 你别惹爸妈和哥哥们生气了 股份在你手里一点用都没有 你就签字把股份装给爸爸吧 我冷笑道 如果我不签呢 我爸应声道 是要股份还是要命 你自己选一个 就算你要股份不要命 等你死后 你的股份也是由我们这些亲人继承 我念在亲情的份上 给你选择机会 你不要不识抬举 我冷冷看向他 这份协议我可以签 但我有两个要求 我爸急声问道 什么要求 第一给我三亿 第二再签一份将来无论发生任何事 你们都不用我赡养你的合同 顾妍妍开口道 你抢劫呢 居然开口就要三亿 大哥愤怒道 妍妍已经答应给你十万了 你居然还不满足 居然开口就要三亿 你可真是贪得无厌 满脑子只想了钱 我似笑非笑道 如果你们觉得我手里 股份不值三亿 那我给你们三亿 然后我立刻确立一份遗嘱 我若是意外去世 我的父母兄弟全部无权继承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行 他们一口同声吼道 我讽刺道 三亿一分都别想少 你们也别想 我死了继承遗产 在我去咨询律师的时候 我就立了一份遗嘱 如果我生前 没有把股份转让出去 意外身亡了 我名下所有财产 都会捐出去 你们都无权继承 顾家人气得肝胆欲裂 顾妍妍悠悠说道 没想到妹妹心机这么深 竟然背着我们立下遗嘱 你从一开始 就没把我们当一家人啊 你怎么对得起 我们对你的好 我冷冷笑道 闭上你的狗嘴 再赶在我面前表演茶艺 我就缝了你的嘴 顾妍妍咬着嘴唇 歪曲得红了眼 三哥顾轩刚准备 替顾妍妍出头 我抓起烟灰缸 朝他砸去 叶闭嘴 别让我听见你狗叫 我爸咬牙说道 好 我答应你的要求 随后 我爸给我转了三个亿 我特意让他写下自愿赠予 如此一来 之后 他想追回这笔钱 就追不回了 接着去了律师事务所 签署关于今后赡养合同 以及股份转让协议 顾家人兴奋不已 一群人围着那张股份转让协议 眼睛都冒出了金光 他们一家人疯疯活活 前往工商部门 立刻就要拿着转让协议 去办理股份过户 工作人员查询之后 对他们说抱歉 楚桥之前的确持有 顾氏集团30%股份 但今年早上8点 那30%股份 已经变更为其他人了 楚桥现在持股数量为零 所以你们这份股份 转让协议是无效的 顾家众人如遭危机 我爸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你说什么 他名下股份转让了 转给谁了 工作人员说名字叫富裕 我爸两眼一黑 身体猛地裂起一下 还好顾妍妍及时扶住了他 畜生 楚桥就是个畜生 他竟然把股份卖了 还卖给了竞争对手 我爸气得全身颤抖 胸口剧烈起伏 差点喘不上气来 其他人也气得不清 而此时的我正心情愉悦 在商城购物 正打算离开时 遇到了顾家那群人 三哥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 楚桥你太卑鄙了 你把股份卖了 他故意欺骗我们 从我们手里骗走三亿 你现在立刻去把股份要回来 我一脸无辜道 你们只是让我签转让协议 问问我股份还在不在我手里 怎么能算我骗你们呢 你们给我的钱 是补偿给我过去二十年的抚养费 可不是我骗你们的 我爸怒声道 你这个孽障 你居然敢戏耍我们 今天我就打死你 顾炎炎急忙拉住他 小声劝导 爸 别在这里动手 周围还有路人呢 万一被人认出来 会有损我们顾家名声 把他带回家去 再慢慢教育他吧 我爸强拉下怒火 对三个儿子说 你们把这孽障绑上车带回家 三个哥哥脸色阴沉 回住我 准备把我绑走 但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 两个保镖出现在我面前 保镖道 我们是父爷派来保护楚小姐的 父爷说了 如果有人想伤害楚小姐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楚小姐 就算闹出人命也没关系 顾家人气急败坏 却不敢轻举妄动 楚桥 我们是一家人 你现在跟我们回家 我吃笑一声 抬脚直接转身离开 父爷保镖直接送我去了他 借给我住的那栋别墅 我刚到别墅 手机就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 我那倒霉爹打来的 我想都没想直接拉黑 很快 手机又响了 偏心老妈打来的 我直接把顾家人全部拉黑了 此时 顾家众人脸色都非常难看 大哥顾炎怒不可悟道 楚桥把股份都卖给了竞争对手 这是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爸皱了皱眉 他不跟我们回家 身边又有富裕的人保护 还不接我们的电话 是 二哥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激动得到可以安排工作 现在股份已经拿不回来了 他有着富裕保护 我们报复不了他 但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让他付出代价 颜艳不是要去参加一档 荒野求生节目吗 大哥 你把楚桥也安排进去 要他签合同 要用他的愚蠢和恶毒 去衬托颜艳 这样一来 可以利用舆论提升颜艳的人气 还可以让观众看到 楚桥恶毒的一面 到时候他被网爆 我们也可以出一口恶气 大哥点了点头 这个办法不错 他一起签订了大哥的娱乐公司里 一共签了五年合约 如今才过去一年而已 还有四年的期限 合约里写了 如果提前解约 需要一年赔给公司一个亿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解约 自己需要赔四亿 大亿了 说吧 要给我安排什么工作 我烦躁地问道 大哥开口 下周颜艳要去参加 一档荒野求生节目 我会把你也安排进去 你入组之后的任务 就是故意欺负和针对颜艳 给她制造话题 衬托她 我似笑非笑道 节目我可以去参加 但我有一个要求 参加完这档节目 你就主动和我解约 我无需赔付违约金 如果我按照你的要求 做了这档节目下来 我肯定会被全网网报 以后再也没有商业价值了 就算我继续留在你公司 也赚不到钱 大哥思考片刻 便答应了我的要求 眨眼就到了节目开拍这天 看到嘉宾们都到场了 导演拿着喇叭 开头说道 咱们荒野求生节目 是要求六位嘉宾 在原始森林里 度过七天七夜 在这七天里 节目组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也不会给你们提供食物 你们需要靠自己的本事 在森林里度过七天 随后安排我们上邮轮 邮轮在江面上行驶了五个小时 已经彻底进入了原始森林区域 导演大声说道 现在时间不早了 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 你们要抓紧时间 准备今晚的落脚点和晚餐 顾盐盐提一道 这样吧 我们组队一起行动吧 这样做事更有效率 所有人都拒绝跟我一组 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我在森林里走了一会儿 就看到前方有一只兔子 我立刻拔腿去追 但是兔子逃跑的速度非常快 一转眼的功夫 兔子就跳出了十几米远 我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手指轻轻一弹 石头从指尖飞出去 精准地打在了兔子的脑袋上 兔子瞬间倒地 我去武林高手啊 跟拍的摄影大哥一脸震惊 我挑眉 运气好 我走到河边开始处理兔子 正巧这时顾盐盐经过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尖叫出声 啊 瞧瞧你好残忍啊 你动作还这么熟练 平时你没少杀小动物吧 哈 我把掏出来的内脏 直接砸到顾盐盐身上 滚啊 顾盐盐发出尖锐的惨叫 那么恶心的东西 砸到自己身上 你太过分了 顾盐盐红着眼眶剁了剁脚 却只能流着眼泪跑去找衣服换 过了半个小时 天色已经暗下来 森林里能见度更加低 张家家三人空的手 从森林里出来 毫无收获 而此时我已经烤好兔子开始吃了 可是吃完不到十分钟 吃了红果子的人突然集体抽出倒地 口中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有人试探性的叹了一下鼻息 吓得大叫 好 好像没有呼吸了 快 快送他们去找医生 那些没吃果子的工作人员 赶紧扛着那些昏迷的人上了邮轮 接着邮轮启动 快速远离了森林 嘉宾们懵了 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 节目组的人全都走了 留下他们几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艺人 留在这荒郊野岭 就在这时 顾妍妍和三哥也从森林里走了出来 顾妍妍空手走在前面 三哥则抱着一堆甘草跟在后面 顾妍妍歉意的说道 抱歉了各位 我们没有找到适合晚上睡觉的地方 我看这片空地就不错 我们今晚就先在这片空地上打地铺吧 我和哥哥捡了一些甘草给大家打地铺 咦 导演呢 摄影组呢 工作人员呢 怎么全都不见了 他们去哪了 张家家喻哭无泪道 刚才导演和工作人员吃了野果 集体重不昏迷 没吃果子的员工 开油轮把他们带走送医了 顾妍妍见没有摄像头拍摄 脸上的温柔也收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是些许厌烦 忽然闻到一股香味 顾妍妍看向远处 正津津有味 吃着烤吐的我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她看向三哥 你应可怜说道 哥哥 我在森林里走一下午 肚子好饿 顾妍妍眼看了一眼 人处在吃毒时的我 眼里露出不满 你等着 我帮你去要点吃的 她抬起脚往我那边走去 你把拖分一半给妍妍 三哥站在我面前 只高气昂 我头也不抬低说道 滚 随后的顾妍妍不悦地批评我 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 对三哥呢 你也滚 三哥脸色更难看 低声道 瞧瞧 你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健酸刻薄了 你能不能学一学妍妍 哪怕你能有妍妍十分之一懂事 我们也不会不喜欢你 我冷笑道 谁稀罕你们喜欢 三哥深吸一口气 压下怒火 我就当你吃在赌气 你现在好好向妍妍道歉 保证以后好好做人 等回去之后 我就向爸妈求情 让你重新回到顾家 我用看白痴的眼神看向她 哼 谁稀罕回你们顾家 你们求我 我都不会回去 他们两个气得脸色铁青 瞪着我 顾妍妍又气又饿 加上没有镜头拍着她 也卸下伪装了 咬牙切齿说道 三哥 别和她说那么多废话 直接动手给她点教训 她接着看向另外三人 楚桥 她侮辱我 针对我 你们如果站在我这边 就和我一起教训她 等回去之后 我就让我哥哥给你们资源 还给你们推荐高收代言 三人都心动了 这个好处对他们而言 的确诱惑很大 可是他们也有所顾忌 张佳佳说 我们一起欺负她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这影响不好吧 顾妍妍即笑道 导演组都走了 又没人看见 只要我们不说 谁会知道 当众人听她这么说 顿时放心了 几人一脸不怀好 一个靠近我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森林里安装了很多隐藏摄像头 微型摄像头一直开着 网上的直播间直播 一直没有中断过至于中毒 只不过是导演的一场戏罢了 时 在顾妍妍的怂恿之下 张佳佳他们 都已经围到我身边 准备动手我手里 还没吃完的半只兔子 还有我的登山包 我脸色平静 冷冷的抬眸 看向那三人 我和你们没有仇 你们现在收手 我不会伤害你们 七嘴八舌说道 你主动把登山包和烤肉交出来 我们也不伤害你 别那么自私 大家都没东西吃 只有你一个人在吃毒食 你过意的去吗 你自觉一点吧 我吃笑 看来你们和顾妍妍是一路货色 虚伪自私 毫无道德与人心的败类 我这句话 把他们全都骂了 他们脸色顿时变了 顾妍妍愤怒的道 再打他一顿 让他长点教训 既然他净撒 不吃吃罚酒 那就直接抢 我抬眸 看向顾妍妍 他忽然站起身 想打我 怎么打 眨眼的功夫 我就到了顾妍妍面前 一拳打飞两米远 最后 一脚踹到张佳佳的后腿窝 张佳佳扑通一声 双膝跪地 我嘶笑非笑地问道 你们想用每种方式打我 众人都惊呆了 还是顾妍妍最先回过神 阿姨楚桥 你居然打我 我要杀了你 顾妍妍尖叫着扑向我 往旁边一闪 扑通一声 顾妍妍扑了个空 摔到地上 啃了一嘴的泥 牙齿还被磕掉了半颗三哥 你看顾桥 他就知道欺负我 你要报我报仇啊 他气得又哭又叫 愤怒地向三哥告状 我歪了歪脑袋 疑惑地问道 我只不过是 按照你们的要求行事 怎么就成故意针对他了 我懒得搭理他们 转身走 回我对旁坐下 懒洋洋地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不想继续挨打 滚远一点 三哥咬了咬牙 扶起顾妍妍转身离开 顾妍妍满脸怨恨 三哥 我们就这样走了吗 他打了我 还害我磕掉半颗牙 我不甘心 三哥说道 不走还能怎么办 我们又打不过他 顾妍妍用力咬了咬牙 三哥也太没用了 连一个女人都打不过 另外三人也非常生气 但他们也不敢惹我 只能跟在顾妍妍身后一起离开 我坐在火堆旁 把另外半只兔子也吃完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我拿出帐篷 在火堆旁把帐篷搭起来 折叠帐篷很容易打 把端子撑开固定好就行了 然后我又拿出充气床 充好气 塞进帐篷里 整理好帐篷 我从包里拿出一些洗漱用品 把包丢进帐篷里 然后拿着手电筒 走到河边 我脱掉冲锋衣冲锋裤 直播间里 观众们看着我在河边洗漱 彻底沸腾了 直播间里的热度 登上了一个新高峰 看给我起名 一解 紧接着我都身材上热搜 我简单的洗漱完毕 拿着东西往回走 等我走回原地的时候 我的脸瞬间黑了 因为我的帐篷不见了 不只是帐篷 我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就连火堆都被踩灭了 我脸色阴沉如水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干的 我忍不住骂道 那群废物正是不会干 小偷小摸的够当倒是 干得得心应手 我重新穿上冲锋衣和冲锋裤 拿着手电筒 向顾炎炎他们的方向走去 他们似乎换了地方扎营 已经不在白天选的地方了 我沉着脸继续向前走 走了没多远 我就在一蹴比人 还高的草丛后面 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的帐篷也在 我背包里的东西 已经全部被盗出来 乱七八糟的散落在地上 此时顾炎炎坐在帐篷口 正拿着一瓶驱蚊 露在往身上涂抹 边涂还边抱怨 森林里太多蚊子了 我都被咬了好多包 这种鬼地方 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而那瓶驱蚊露是我带来的 张家家眼馋的看着顾炎炎 炎炎你涂完了没 给我也涂一点吧 我也被咬了好多包 顾炎炎说道 这驱蚊露就这一小瓶 我一个人都不够用呢 你自己想办法吧 张家家咬着唇 忧愿地看着顾炎炎 这驱蚊露明明不是顾炎炎的 他居然想占没己用 可爱于顾家在娱乐圈的地位 他不敢和顾炎炎作对 只能把委屈憋回肚子里 我从草丛后面走了出来 冷冷地看向顾炎炎 我的东西用着舒服吗 顾炎炎被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往三哥身后躲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不是说不和我们组队 要我们和你保持距离吗 我讽刺的道 你可真能装傻 却偷我东西的时候 怎么不犯傻了 三哥的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咬牙说道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我们是一家人 借用一下你的东西 而已别那么小气 等用完之后再还给你就是了 我以十倍的价钱买 你要是不满意 回去和我打一笔钱给你 就当是买下你这些东西的费用 这总好了吧 我拒绝得斩钉截铁 不卖 现在立刻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顾炎炎立刻把手里的驱蚊水 往身后藏 还伸手护身后的帐篷 对我说 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我的了 你休想抢走 我冷笑 不还是吧 那我只能自己动手拿了 我继续向前走 顾炎炎对我打过几次 对我已经有心理阴影了 看到我向她走来 尖叫着拉住三哥 三哥 这个疯子又来了 你快拦住她 别让她过来 三哥内心也有些发怵 她对我打得也不轻 一看到我就肉疼 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当着自己宝贝妹妹的面 她也不能表现得太耽 她硬的头皮 不情不愿的放软声音 其他东西 你可以先拿一部分回去 但这帐篷和驱蚊 谁你就先借给炎炎用用吧 我冷冷的道 一样都不借 属于我的东西 我全都要拿走 三哥沉着脸道 你能不能有点善心 炎炎她从小娇生惯养 身体娇贵 吃不了苦 没有帐篷和充气床 让她晚上怎么休息 我问道帐篷给她了 不睡什么 三哥皱了皱眉 你和炎炎不一样 你从小在贫民苦长大 吃惯了苦 多吃点苦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今晚就在草地上 将决一碗吧 顾炎炎忍不住勾起唇角 摸了摸自己细腻的皮肤 抱歉啊瞧瞧 我天生娇贵 不像你天生命贱 能吃苦耐劳 所以就麻烦你 多吃点苦咯 发挥你在贫民窟 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我笑了 多谢你们 否则我都不知道 厚颜无耻的人 在现实中尝什么样 顾炎炎脸色一沉 你骂谁厚颜无耻呢 你才厚颜无耻 你凭什么骂我 三哥失望的摇头 楚桥你太没教养了 不是打人 就是骂人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一点 我讽刺得到 你没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们别忘了 娇生惯养的人本该是我 是顾炎炎他妈坏心眼 把他和我交换了 还不好好养我 把我丢去贫民窟 让我被迫吃苦 顾炎炎他的荣华富贵 锦衣一时都是偷来的 三哥整理好心情 对我说 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说了 我们都给彼此一次机会吧 你好好改过自新 变回从前的样子 我们也会尽量对你好 但你要和炎炎好好相处 炎炎他毕竟和我们一起 生活这么多年 我们不可能割舍掉 和他的亲情 我希望你能理解 顾炎炎心里非常不高兴 他一点都不想和我好好相处 一点都不希望我回到顾家 顾炎炎压下内心的不满 脸上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 瞧瞧 你就听三哥的吧 只要你能好好的改过自新 之前你对我做过的事 我都不和你计较了 我们好好相处 一起孝顺爸妈 别让他们操心了 三哥温柔的看向顾炎压 还是炎压实大体 从小接受好的教育 果然还是有用处的 瞧瞧 你今晚就和炎压一起睡帐篷吧 你们姐妹也可以趁机会 培养下感情 顾炎压大度的说道 既然三哥都开口了 那我就听三哥的 把帐篷分一半给你睡 让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帐篷 但木这个时候炸了 顾炎压满脸写着得意 过槽 这么多槽点 我都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吐槽了 还得是偷拍啊 不然都吃不到 这么多劲爆的瓜 一姐和顾炎压 竟然是抱错的 真假金的身份 顾炎说的那是人话吗 居然说一姐天生命贱 吃惯了苦 让她多吃点苦 这是亲哥吗 就算是陌生人 都说不出这么恶心人的话吧 妈的 看得我血压高了 我要是在现场 肯定要抽烂顾炎的嘴巴 一姐太可怜了 好心疼我 好想抱抱她 乌鸣乌 顾炎厌真是无耻啊 抢占一姐的人生 还对一姐那么恶劣 在节目上带头霸凌一姐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顾炎厌真是把我恶心吐了 抢了人家的帐篷 竟然还一副失舍的语气说 让一半帐篷给一姐睡 我理解不了我的脑回路 妈的急死我了 一姐你别和他们废话了 直接动手啊 打死他们 顾炎厌一副大度的姿态 温柔的声音又说了一点 我说 我愿意把我的帐篷 分一半给你睡 让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帐篷 我似笑非笑的道 你再说一遍 谁的帐篷 顾炎厌脸上的笑容一僵 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三哥不悦的道 炎厌都主动低头向你是好了 你就别那么斤斤计较啊 我道 抢占我的东西 分一半来对我是好 你们脑子是不是被驴劈了 谁的帐篷就重要吗 不管帐篷生是炎厌的 他愿意分一半给你睡 都证明他心善 你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 你就不能像炎厌一样 大度一点吗 三哥愤怒的呵斥 我还翻了个白眼 我不想再和这种没脑子的人废话 我冷冷的看向顾炎厌 声音冷入骨髓 我数三声 立刻把我的东西收拾好还给我 别逼我自己动手 你承担不起我的怒火 顾炎厌咬了咬唇 不服气的说 就算这些东西是你带来的 但他们现在在我手里 就已经是我的东西了 休想抢走我的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我根本无法在这森林里过夜 我不可能把东西还给你的 这已经是我的了 顾炎厌看向另外三个嘉宾 愤怒的说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阻拦他啊 两位男嘉宾开口楚桥 你别和我们对着干了 你向顾炎厌道个歉 然后和我们一起组队吧 否则你一个女孩子 晚上一个人在森林里很危险的 虽然我讨厌你 但我也不想看你死在森林里 只要你肯道歉 我就同意让你和我们一起组队 听到这 我没有和他们废话 抬脚向前 他们拿着木棍 挡在我面前 楚桥 你别赌气了 我们并不想欺负女人 别逼我们真的对你动手 认错并不可耻 道歉吧 我冷笑错 我合错之友 错的是你们这群眼下的无耻之徒 抢了我的东西 还逼我道歉 九年义务教育 就交出你们这种货色 一群脑残 我快速地踹出两脚 把他们踹飞出去 他们狼狈倒地 发出两声惨叫 张家家吓得一哆嗦 手里的木棍都掉到了地上 看着我满脸肃杀的模样 她不敢上前 害怕得赶紧躲开 没有人阻拦 我静止向顾妍妍走去三哥 顾妍妍尖叫一声 三哥立刻张开双臂 挡到顾妍妍面前 楚桥啊 她话没说完 也被我一脚踹飞 顾妍妍吓得全身颤抖 忙说 我还地你 你别打我 我冷笑 晚了 啪啪啪啪啪 我左右开弓 在顾妍妍脸上 红杉顾妍被扇得叫都叫得出来 脑袋被扇得快速地左右摇晃 感觉脑腔都要被摇匀了 等我停下来 她的脸已经肿得像猪头一样了 我的手上曾蹭了一层的粉 我嫌弃地把手上的粉擦到顾妍妍的衣服上 然后像丢垃圾一样 把顾妍妍丢到一旁 顾妍妍脑袋已经被打蒙了 被丢到地上也没回过神 没有人能顾及到我 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看到自己的屈蚊 路被用掉了半瓶 气得火猫三丈 顾妍妍没尝试吗 这东西一次性涂一点就够了 她竟然一次性用到半瓶 脑袋里装的都是屎吗 我十分生气 在收拾好东西离开之前 忍不住又去踹了顾妍妍一脚 妈的 要是杀人不犯法 老娘非得撬开你的脑子看看 你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屎 又蠢又自私 废物东西 三哥弄得可恶道 楚桥 你适可而止 妍妍已经被你打成这样了 你还不肯罢休 你怎么那么恶毒 闭嘴 你一样 垃圾东西 我也愤怒地踹了她一脚 她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脑袋磕到了地上的石头 她也懵了 我冷哼一声 拿着自己的东西 回到自己的基地 我把帐篷和冲气床重新弄好 然后舒舒服服地躺进帐篷里 另一边 在我走后不久 顾妍妍终于缓过境来了 挖三哥 顾妍妍一头扑进三哥怀里 哭得上气不及下气 三哥我好痛 他好过分 我对他那么好 他还那么残暴地打我 我都被他打毁容了 呜呜呜呜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受过这种羞辱和委屈 三哥你要为我报仇 呜呜顾妍艳哭得伤心欲绝 三哥听得也是心疼不已 他用力抱着顾妍艳 认真的说道 妍艳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 顾妍艳哭着撒娇 那你去帮我报仇 顾宣脸色僵了僵 现在报不了仇 他现在和个疯子似的 和他说两句话 他就直接动手 而且我还打不过他 现在去找他报仇 大概率也只有被打了份 顾妍艳哭得更大声了 三哥说道 哥哥向你保证 等回去之后 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你是我们顾家的掌上明珠啊 妍艳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顾妍艳还在委屈地哭 顾三哥抱着他 轻轻拍打他的背 温柔地安慰他 妍艳别哭了 你哭得胳膊心都要碎了 在他的安慰下 顾妍艳的哭声渐响 弹幕全都是骂他的 嘿 你委屈个屁 一个小偷有什么好委屈的 顾妍艳就是个贯偷啊 偷了别人的千金身份 又去偷人家帐筒和行李 我们没看到的地方 还不知道他偷了多少东西呢 他被打这一顿还轻了呢 就应该把他活活打死 笑死 以前总是营销顾妍艳 善良柔弱小白花 可现在他却在这里 所使顾宣弟他去报复提解 这就是善良的柔弱小白花吗 长见识了 什么小白花 这就是躲过恶毒的黑心脸 这对兄弟太毁三观了 这次综艺结束后 我真的不想再在电视上看到他们 以后他们要是还能在电视上活跃 那一定是键盘侠的失职 呦 溜了溜了 看到他们我就想吐 明天再见 我也溜了 明天再来看 随着我消失在镜头里面 直播间里的人数像流水一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失 原本已经攀升到 一两千万的在线人数 在我钻进帐篷睡觉之后 不到半个小时 就少了将近一半的人数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减少中 到了后面 只剩下几十万的观众 不过这个人数其实也不算少 但和巅峰时期比起来 就差太多了 导演看着直播间这个人数 陷入了沉思 导演名思苦想半个小时 忽然一拍大腿说道 明天安排人去把他的帐篷偷走 为了保证嘉宾的安全 他们在森林里安排了特种人员 悄悄潜伏在森林里 防止野生动物靠近嘉宾 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嘉宾们如果遇到其他危险 特种人员也会出面救助 所以想要偷走帐篷 只要下一个命令下去 很容易就能做到 工作人员一连蒙有人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要偷他的帐篷啊 导演说 他躺进帐篷里 就拍不到他了 直播间里的人数流失严重 要让他多露露脸 工作人员开口有没有一种可能 人是要睡觉的 观众们只是正常的休息去了呢 就算他一直露脸 到点了观众也是要睡觉的呀 工作人员看一眼手机 咦 怎么才八点半 八点半 正是网民活跃的高峰期 可直播间人数却流失这么大 肯定和他下线有关 所以要采取措施 工作人员道 明白了 我现在就联系那边的人 让他们明天找机会动手 为了收视率 他们选择不当人 第二天 天刚微微亮 我就起床了 从帐篷里出来 我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空气真好 我拿着洗漱工具 去河边简单的洗漱 然后我在帐篷面前 练了一套张道爷的八部金刚弓 这套弓法 是我当年还在外流浪的时候 一位老爷教我练的 据说练这套弓法 什么病都能治好 但我不知道真假 因为我这么多年 一直没生过病 甚至就连感冒都没有过 我不知道 是因为自己身体素质本身就好 还是因为一直练这套弓法 身体素质好 才防住了疾病 我一出来 直播间人数也开始迅速攀升 6点钟时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从20多万 突破3000万 关注数据的幕后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不去 他还真的是流量匿马 这才6点钟 竟然有那么多人跑来看直播 太夸张了 要不是自己的节目 都怀疑是有人在刷数据 他的帐篷必须得偷 任何能挡住他的脸的东西 都必须偷走 我练完弓 拿上折叠刀和登山棒 走进了森林 我要去打猎 准备早餐了 那些装备 我就放在原地 我不幸顾炎他们还敢来偷 他们要是还敢来偷 我就敢继续揍他们 导播组看到我进森林了 马上给森林里的潜伏小组下命令 楚桥已经离开驻扎基地 立刻准备偷杖 注意 别留下痕迹被他发现 森林小组回到 收到 马上安排 森林小组一共100人 分别潜伏在森林的各个隐蔽角落 防止野生动物靠近这一地段 还有一些则远远的悄悄跟着嘉宾 保护他们的安全 我这边 一共有三个特种人员 他们接到导播组的任务之后 开始围在一起 商量着要怎么下手偷走帐篷 还不留下痕迹 不会被我发现 一号说 帐篷突然消失 楚桥肯定会去找 他只要去找另外那边的嘉宾对峙 就会知道帐篷不是他们偷走的 他肯定会产生怀疑 二号说 说的有道理 你还记得 我们刚来森林里 清场时遇到的那群猴群吗 三号瞪大眼睛 你们难道是想把猴子引过来 让猴子当这个坏人 一号和二号挑眉 正有此意 三号竖起大拇指 真有你们的 一号立刻联系住手在西南方向 山脚下的成员 说了他们的计划 而后说道 你们赶紧想办法把猴群引过来 趁着楚桥打猎回来之前 让猴子把帐篷抢走 那边回答 收到 我完全不知道节目组的坏心思 已经走进森林里寻找猎物 经过一晚上 节目组投放进去的家禽 在森林里自由游荡 已经跑进森林里边了 而不是像昨天那样 刚走进去没几步就能看到猎物 我走了半个小时 才看到前方一个干草堆上面 或者一只母鸡 我走过去 母鸡吓得飞了起来 咯咯咯的叫着开始逃窜 我低头一看 干草堆上有一个鸡蛋 我弯腰捡起鸡蛋 这蛋当下的还是热的呢 我拿着鸡蛋 继续往森林里走去 一个鸡蛋肯定不够我吃的 还要再找些食物 我本来想去抓一只鸡 但走了一段路 我忽然看到地面有蘑菇 大早上就吃鸡肉也不好消化 弄个鸡蛋蘑菇汤 凑合一下 中午再抓鸡吃吧 我蹲下身 开始采蘑菇 我提前做过功课 以前也有过相关经验 能分辨出哪些蘑菇能吃 哪些蘑菇不能吃 最后采了足足两斤的蘑菇 我用刀割了几条细小的树藤 编了一个捡一款的篮子 把蘑菇和鸡蛋装进去 开始往回走 再往回走的途中 我又捡到了三个鸡蛋 收获不错 我揣着小篮子 心情愉悦地返回自己的驻扎地 把东西重新整理好 然后把抓来的基础理好 串起来放到火堆上跑 烤鸡的香味飘得很远 顾妍妍和其他几人都闻到了 他们昨天一天没吃东西 到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他们去森林里什么吃的都没找到 只找到几颗蛋 三哥顾轩说道 先凑合着吃了 点点肚子吧 等节目组来了 再问他们要点吃的 顾妍妍蹬不住了 我不喜欢吃鸡蛋 为什么楚桥每次都能抓到猎物 你们却一次都抓不住 你们还是男人呢 三个男人比不过楚桥的女人 你们丢个丢脸 她又困又饿 身上又痛又痒 情绪已经崩溃 其中一个男嘉宾 林霄涵怒火也上来了 不悦得道 楚桥是女人 你和她一样也是女人 她能做到的 你凭什么做不到 你自己去抓呀 你一个什么都没贡献过的人 没资格在这里逼逼赖赖 顾妍妍愤怒地瞪向她 你敢骂我 林霄还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我不和你们组对了 我手里的鸡蛋 都是我自己捡到的 我拿着我的东西自己弄 另外一位男嘉宾徐静想了想 也带着鸡蛋拿着自己的东西走了 三哥沉着脸说道 先把鸡蛋弄熟了吃吧 他用打火机点燃火 大火烧起来之后 他把四个鸡蛋放进去烤 大火烧了五分钟 突然砰砰砰砰 四个鸡蛋全爆炸 鸡蛋爆炸 把火堆都炸开了 鸡蛋壳向四周飞溅 飞溅出来的鸡蛋壳 都溅到了他们身上 顾炎炎愤怒地看向张家家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 你是农村来的 你肯定知道鸡蛋不能烤 故意不说嗨 我们没吃的 是不是 因为你的疏忽 我和哥哥的午餐都没了 你现在自己去森林里 重新找食物吧 找不到就不用出来了 张家家咬了咬唇 最终只能红着眼眶一个人 走进了森林 张家家进森林里 找了三四个小时 都没有抓到猎物 顾炎炎看到他 只带了两枚鸡蛋回来 气得对他破口大骂 然后把鸡蛋抢过来 他和顾萱一人一个 张家家继续饿着肚子 顾萱勉强做成两个煎鸡蛋 一个鸡蛋下肚 顾炎炎更饿了 好香啊 楚桥又在烤什么 哥哥 我们过去看看吧 顾萱点了点头 一行三人开始向着我的方向走来 此刻我正一边烤鱼一边煮蘑菇汤 烤鱼的香味让人垂涎一滴 三人走到我面前停下 眼睛全都碾到了食物上 我拿起烤鱼咬一口 满足地眯了眯一眼 顾萱看着我吃得那么香 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瞧瞧 你做了这么多菜 你自己一个人肯定吃不完 分点给我们吃吧 我眼瞧一概地道 滚 顾萱说道 这么多东西你吃不完也是浪费 咱们要节约粮食 不能浪费食物 我再次开口 滚 我似笑非笑地看向他 你当真要埋 我想了一个人一百亿 两个人就是二百亿 你们答应了 我就给你们吃 顾营营气愤地瞪大双眼 你穷疯了吧 我吃笑道 是啊 我穷疯了 毕竟你亲妈当年把我抱走之后 就把我丢去了贫民窟 不像你从小挤一一时 每月零花钱几十万 和你相比 我可不是穷疯了吗 顾萱气急败坏地瞪着我 他深吸一口气 我现在不想和你吵 我只问你能不能主动 把东西分给大家吃 我不分 顾萱冷了声 你太自私了 我身为哥哥 今天就好好教教你 我们一起上 把他绑起来 要是反抗就直接动手打他 他从小吃苦 皮糙肉厚 打几下没事的 所有人都饿傻了 因此 他们听到顾萱的话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只觉得不小气 自私 活该被教训 他们开始从周围找武器 有人捡了手臂粗的木棍 有的捡了砖头大小的石头 然后把我围起来 他们眼里带着决绝 我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们 看来白痴是会传染的 一个顾萱把所有人都传染成白痴了 顾萱不忍地说到瞧瞧 你现在服卵还来得及 我不想伤害你 我大声骂道 滚 顾萱失望地摇头 既然你执迷不误 那就别怪我了 他挥了挥手 大家扬起手里的武器 向着我动手 一阵霹里啪啦之后 我拍了拍手 一脚把脚边的顾炎炎踹开 看得到了一地的众人 讽刺道 你们是不是设置 你们被打两次了 还敢来挑衅我 我看是没有长脑子吧 众人脸色十分难看 我不耐烦得到 都给我滚 别在我面前影响我的食欲 他们非常不服气 但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弹幕又是一片热闹 一姐打得太轻了 他们都还能喘气 差评 顾萱太恶心了 这样对自己的亲妹妹 让人打自己妹妹 还一副为了她好的模样 去他妈的 顾萱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一直被顾炎炎牵着鼻子走 顾炎炎让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顾炎炎说两句话 她就针对楚桥 老天快收了 他们两个宠货吧 我受不了了 一姐大杀四方 一姐威武霸气 此时 在顾家 我那亲生父母 和几个亲哥哥 也在看着这直播 前几天因为公司的事 他们一直忙得焦头烂额 没时间看这个直播 直到今天 他们才安顿好看起了直播 他们的宝贝炎炎从小锦衣玉食 这次却要去荒郊野外录综艺 虽然综艺都是表演成分居多 但到野外录制 条件很差 也不知道 他们的宝贝炎炎 有没有吃苦 还有那个楚桥 不知道她签了合同之后 在综艺里 有没有好好表现衬托炎炎 那个小疯子 她虽然性格不好 雕蛮感濡 但她的长相却是一等一的好 炎炎比她差了一点点 不知道她有没有耍心机 故意打扮得比炎炎漂亮 那个孽种 若是敢故意耍心机 把炎炎压下去 做好好配合捧炎炎 等节目结束后 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他们带着对顾炎炎和顾萱的担忧 打开了投影仪 进入了那档综艺的直播间 刚找到那档综艺的直播间时 他们看到上一的在线观众 都惊呆了 我妈伸手捂着嘴 一脸惊讶 我的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看直播 这档综艺这么火吗 我爸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骄傲的笑容 这些观众一定是冲了炎炎去的 炎炎漂亮优雅 善良时大体吸引到这么多人 也正常 大哥说 嗯 这次炎炎如愿的火了 她一定会成为全娱乐圈最火的明星 我妈笑的嘴角都快裂到耳朵根了 炎炎不会是我们最骄傲的小公主 她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不像楚桥那个逆女 我爸不悦地皱起眉头好好的 提那个逆女干什么 别影响我们的食欲 我妈说道 是我的错 我不提了 不提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点进了直播间 其余人也都紧紧盯着幕布 想要第一时间看到顾炎炎 然而 当进入直播间之后 他们看到的画面却是 我一脚把鼻青脸肿 堡在地上的顾炎炎踹开的画面 而直播间里的弹幕 全是夸我打得好的 甚至还有很多说打得太轻了 让我把顾炎炎和顾轩打死 啊 炎炎 我的宝贝女儿 我妈气得眼眶泛红 尖声尖叫 楚桥这个孽种 她怎么能这样气个炎炎 炎炎被她打得那么惨 乌鸣污 大哥脸色也很难看 我虽然让她签合同 要求她在节目里找炎炎麻烦 以此来衬托炎炎 可她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啊 炎炎的脸都被她打肿了 这样炎炎还怎么上镜 二哥用力钻紧拳头 咬牙切齿的道 依我看 她就是故意的 故意把炎炎打毁龙 这样她就成了节目里 最漂亮的女明星了 大家都看她 她好生的心机啊 我爸的脸色铁青 立刻怜心那个孽种 让她收敛一点 她要是再敢这样欺负炎炎 等她回来之后 我定不放过她 我妈怒气冲冲的拿出手机 我来打电话 下一秒 她气愤的说 那个小箭种 把我的号码拉黑了 还没放出来 众人这才想起来 上次我卖股份的时候 就把他们全家人的手机号码 都拉黑了 管家弱弱的发声 就算能打通也没用的 这是导演和投资商 故意设计的 现在导演组都不在森林里 只有几个嘉宾在 听说其他艺人的经纪公司 都在疯狂的联系导演组 甚至还有人报警了 试图终止导演组的拍摄 但都没有用 这时他们脸色阴沉 二哥更是气得砸手机 节目组怎么能这样 他们怎么能这么的搞头拍 艳艳都被他们毁了 等艳艳知道真相后 肯定接受不了 我妈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她看向大儿子和二儿子 男男道 你们私底下 都是这样对待乔乔的吗 大哥皱起眉头 妈你说什么呢 我们这样对他有错吗 你别忘了 是你让我们别对楚桥太好 要加倍对艳艳好 无论什么事 都要站在艳艳身后 支持他 维护他 脸的他觉得我们不把他当成一家人 伤心难过 他就是个疯子 不值得同情 李渔只觉得喉咙干涩 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顾艳艳在他们面前 一直都是柔弱弱弱又善良 很容易被欺负的模样 可他没想到 顾艳艳背地里 竟然是那副面容 他竟然在顾萱面前煽风点火 为了自己 怂恿顾萱去针对我 还理所当然的一个人 享受了众人一起抢过来的东西 这和他看到的顾艳艳 完全像是两个人 第三天 我起床洗漱完毕后 照常打了一套八步金刚弓 之后进森林里探险找尸的 顾萱和顾艳艳等人 继续守在河边 瞧手以盼地 等待节目组派人来 可远处依然毫无动静 五个人饿得前胸贴后背 心情一日比一日暴躁 他们集合的那天是早上集合的 他们为了穿衣服好看 都没有吃早餐 等于是第一天就挨饿了一天 昨天又只吃了两个鸡蛋 到今天 第三天了 他们已经饿得手脚发软 坐下站起 都会眼前发黑了 顾艳艳气哭了 愤怒的道 节目组到底搞什么呀 这都第三天了 他们怎么还不派人来找我们 他们不会把我们忘记了吧 顾萱眉头紧皱 心里也非常烦躁 张佳佳颤声说道 节目组的人不会全都被堵死了 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 所以才会没人来救我们吧 这话一出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眼里都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如果真是如此 那我们怎么办 砰 顾艳艳愤怒地一脚踹到张佳佳身上 你得我闭嘴 少在这里乌鸦嘴 张佳佳咬了咬唇 不敢有意见 只能默默地坐远了一些 顾艳艳哭着 抠进顾萱怀里 呜呜 三哥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不想死在这里 我要回家 我还想见爸爸妈妈和大哥二哥呢 顾萱心疼地抱着顾艳艳 但她也没有办法 徐静建议道 要不我们再去找楚桥 我们向她道歉 让她找食物的时候 帮我们找一点 这样至少不会饿死 顾艳艳咬着牙 一脸怨恨 我才不要向她道歉 她把我打得那么惨 应该是她来向我道歉 徐静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没回她的话 都快饿死了 还在这里嘴硬 林霄涵站起身 对徐静说 我同意你的提议 我们一起去找楚桥吧 张佳佳鼓起勇气说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你跟我回来 顾艳艳愤怒地对着张佳佳吼道 你不准去 你要是敢去投靠楚桥列舰人 等回去之后 我就让我大哥 联合整个娱乐圈风杀你 当你永无出头之日 张佳佳脸色苍白 脚步像是生了根 不敢再往前走半步 徐静皱起眉头 对张佳佳说 命都快没了 你还想着前程 你是觉得命重要 还是前程重要 活着才有希望 张佳佳感动得红了眼眶 哽咽道 好 我跟你们一起去找楚桥 她觉得我不像是坏人 至少 没有顾艳艳那么坏 看着三人离开 顾艳艳气得抓狂 你们好样的 你们给我等着 等回去之后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可这次 没有人理她 开始他们 还忌讳顾艳艳身后的背景 但现在 命都快没了 他们只想先保住命 雷空想其他的 顾萱敏了敏纯 说道 我觉得他们的决定没错 我们自己找不到食物 就算找得到食物 我们也不会烹饪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饿死 昨晚我仔细回想了一整晚 乔乔每次对我们动手 都是在我们招惹她之后 她才出手的 乔乔她或许没有你说的那么坏 她不会无缘无故刁难我们 顾艳艳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的看着顾萱 三哥 你在说什么 你竟然在帮楚桥说话 你竟然觉得她不坏 她不坏 那就是我坏了 你难道忘记 她平时是怎么欺负我的吗 就这两天 她都一直在辱骂和殴打我 她还不坏 顾萱没有回答顾艳艳的问题 她沉沉的看着顾艳艳 问道 那你说 我们找不到食物 不会烹饪 我们要怎么办 等着饿死吗 顾艳艳被问住了 可她还是不想向我道歉 那也贱人 不配 我就应该当她的奴隶 一辈子被她踩在脚底下 一个奴隶 有什么资格 让她道歉祈求 可是 真的好饿 她也不想死 而我 似乎真的是她们唯一的希望了 顾艳艳咬了咬唇 声音放柔了许多 委屈地说道 我可以委屈点去向她道歉 但等离开这里之后 你要帮我报仇 我不能白白挨这一顿打 顾萱犹豫片刻 点头 好 顾艳艳心不甘情不愿地 跟着顾萱进了森林 她现在非常饿 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一点都不想走 而且她身上还穿着裙子 进森林里会被草木刮伤的 可她也不敢一个人留在外面 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他们进森林没多久 就遇到了徐靖他们 徐靖诧异地看向他们 你们不是不打算 向楚桥道歉吗 怎么也来了 顾萱说 艳艳只是一时气化 顾艳艳不悦地道 干嘛不在外面等着她出去 非要进来找 里面那么多蚊子和虫子 咬得养死了 徐靖说 如果我们不在 她找食物的时候是好 但她帮我们也找一份 我们又要过一天 顾艳艳不悦地道 让她再进去找一次就死了 徐靖懒得搭理她了 当自己是皇帝呢 还想发号施令 我能顺带给他们一点吃的 就不错了 还想让我单独 又去帮他们找吃的 简直是吃人说梦 前方突然传来 张家家惊喜的声音啊 我听见那边有动静 会不会是楚桥 他们跑了一会儿 终于看到了我的身影 此时的我 穿着黑色的冲锋衣冲锋裤 头发扎成低马尾 我忽然一个缓冲 踩着一棵大树的树干 斜着向上跑了两步 然后纵身向前一跳 双手抓住一根 从树上垂下来的树藤 身体猛地往前一挡 双手松开树藤 身体由于惯性作用 继续向前飞 又伸手抓住 下一根树藤 继续向前晃去 顾轩等人全都呆住了 在森林里荡树藤 我竟然比猴子还灵敏 扶着楚桥 身后传来张家家的声音 我回头看去 便看到了另外五人 整整齐齐地站在不远处 全都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单身问道 有事 张家家咬了咬唇 害怕地看着我 但最后 他还是壮着胆子向我走来 其余四人也跟上 到了距离我一米左右的距离 他们才停下来 我冷眼看着他们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张家家对着我来了个90度鞠躬 诚恳地说道楚桥 对不起 我之前不应该针对你 更不应该抢你的东西 我现在真诚地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 顾萱也拉着一脸别扭的顾妍艳 一起上前 对我微微鞠躬 瞧瞧 三哥之前做的不对 还请你不要和我计较那么多 以后哥哥会好好对你 努力弥补对你的亏欠的 顾妍艳不情不愿地说道 我之前不该抢你的东西 但你也打了我 我们算扯平了 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 希望你能不计前嫌 我们好好地相处 我冷漠地看着这群人 你们来找我 就是为了道歉 众人点头 顾妍艳迫不及待地说道 现在我们已经道歉了 你也原谅我们了 以后在这里的日子 我们要作为一个团队好好相处 团队自然要互相帮助和扶持 楚桥 你今天找食物的时候 把我们的分量 也一起找回来吧 我冷笑一声 早就猜到 这群人不会真的认识到错误来道歉 他们果然是带着目的来的 轻飘飘的一句道歉 就想把我当努仆使唤 让我做牛做马的 帮他们找吃的 简直是白日做梦 我笑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原谅你们了 顾炎炎的脸色瞬间一沉 楚桥 你怎么那么小肚鸡肠 一点小事而已 我们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斤斤计较抓着不放 背面太小气了 况且被打的是我们 吃亏的一直是我们 你有什么好计较的 你这贱人一点亏都没吃 我冷漠得到 我这小肚鸡肠 怎么了 你们吃亏 是因为你们打不过我 要不是我练过 就该被你们打得站不起来了 甚至是要了我的命 你做不了恶 是因为我有能力压制着你 而不是你不误 懂吗 顾炎炎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你才饿 你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爱饿 我们饿得快死了 你都不帮忙 你这分明是想害死我们 谁能有你个毒 你要是不帮我们 我们真出了意外 我们就是被你害死的 你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 顾萱抓住顾炎炎的手腕 炎炎 别说了 明明说好了 要好生好气的来道歉 来求楚桥帮我们 可你怎么又开始威胁起楚桥了 徐静愤怒的看向顾炎炎喝倒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是来求楚桥帮忙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 放不下大小姐的姿态 你就滚回去饿死算了 别来托我们的后腿 明霄涵也皱起眉头 我知道明星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可你人后这一套也太没脑子了 真不知道顾家什么毛病 放着楚桥这种 有言有能力的女儿不要 要你这种无脑 又虚为歹毒的假货 明霄涵虽然也算是娱乐圈新人 但她背后有资本 家世也不错 不怕得罪顾炎炎 实在混不下去了 就退圈回家继承家印 一开始她听顾炎炎的指使 是因为还没走到绝路 还想给自己的演艺道路留条路 但现在命都快没了 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顾炎炎瞪大双眼 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们竟然骂我 你们凭什么骂我 有什么资格骂我 顾炎炎立刻红了眼眶 眼泪巴达巴达的掉 委屈的看向顾萱 呜呜呜 三哥 他们欺负我 你要帮我报仇 顾萱你们敏纯 炎炎 别闹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错 你答应过会摆正好态度 好好地向乔乔道歉的 可你没说两句话 却又开始威胁她 顾炎炎气的声音发颤 三哥 你也觉得我错了 我被她打成这样 我能低头认错就不错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求那么多 明明错的是楚桥 却要求我道歉 我道歉了 又说我态度不好 我被欺负了还要被迫道歉 我态度差点不很正常吗 哦 早知道你保护不了我 还不如不让你跟着一起来呢 你跟着一起来 保护不了我就算了 还帮着外人欺负我 你真是个没用的骗子 顾炎的脸色难看至极 眼里露出一丝不耐烦 徐静重新看向了楚桥 诚恳地说道 楚桥 我们和顾炎炎不一样 我们是真的意识到 错误了真心地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道歉 我冷漠地看向她 清冷的眼神 在她们脸上粗略地看了一遍 嗯的确有几分悔过 但她们眼里的渴望 也无法忽视 有悔过 但不多 我觉得她们只是被饿得没办法了 道歉是你们的自由 原不原谅是我的自由 你们想毁过 不代表我就必须原谅你们 你们对我做过的事 就算道歉也无法把伤害收回去 所以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 还有一点 我不会给你们食物 我虽然不像顾炎炎那么虚伪改毒 但我也不是乱好人 不会去帮助伤害过自己的人 你们有手有脚 可以自己找食物吃 节目组投放的家禽 都是受了伤 还为了要的 行动迟缓 很容易抓到 动物都有个共同点 当陌生环境之后 都喜欢找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说完 我转身往森林更深处走去 顾炎炎不情不愿地跟着顾炎走 心里却一直在骂 废物 顾炎要是有楚桥十分之一的能力 她也不至于饿肚子 连一个女人都比不了 真是废物 我一直往前走 在途中看到了不少鸡和兔子 但都没有急着抓这些东西 多的是 等回去再顺手抓一只就行了 半个小时左右 我终于穿过了森林 看到了森林后面的山 运气不错 竟然在山上找到了野葡萄 我摘了两串 找了一块光滑的石头坐下 一边吃 一边欣赏风景 爬了一天的山 身上出了汗黏糊糊的 不洗澡受不了 无奈之下 我只能远路返回 回去的途中 还顺手抓了一只倒霉的兔子 等我回到原来的驻扎地点 看到了顾炎炎他们几人 他们面前什么都没有 很显然 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还都是一副受惊的模样 身上一副乱糟糟的 头发也被弄得像鸡窝似的 顾炎尤其惨 身上的白痴绪上染了很多血 脸上还有很多抓痕 精神也为理不振的 很明显 他们在森林里遇到了可怕的事情 他拿起石头就想砸我 我敏捷地躲开 我向来不是个吃亏的主 立刻捡起一块石头回进顾炎炎 石头砸到顾炎炎手腕上 一阵疼痛叫声传来 痛得顾炎炎脸都扭曲了起来 他愤怒地瞪着我 尖声吼道 楚桥 你居然打石头砸我 你太恶毒了 你会不得好死的 我冷笑 是你先动手的 自己挑衅再先 就应该做好被反击的准备 你没躲开是你没用 活该被砸 顾炎炎气得发抖 你得罪那猴子 他们跑来报复我们 对我们又挠又抓换那东西打我们 我头发被扯下一撮 这都是你害的 其他人虽然没说话 但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好 他们这么狼狈 是那群猴子干的 干得漂亮 我似笑非笑道 谁让你们打不过猴子 废物 活该被猴子打 我冷漠看向顾炎炎 再避避 我就去把那群猴子引过来 顾炎炎不敢说话了 那群猴子打人太痛了 而且还是围殴她 这辈子都不想再遇到猴子 我处理完兔肉 开始捡木材生活烤兔肉 另外五人机长陆陆地看着 却不敢再上前抢 顾萱躺在地上 正正地看着天空 神情都有些麻木 他们遇到猴群的时候 顾炎炎拉着她 挡在她面前 还把她的衣服脱了 蒙住脑袋 她身上没了防护 猴子们更方便在她身上抓闹了 她身上被抓得全是血痕 可事后 顾炎炎都没关心一句 只是一直在骂我 怪我得罪了猴群 害他们被猴群袭击 顾炎炎完全没注意到顾萱的异常 她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我的食物上面 顾炎炎看着我嚼烤肉 也忍不住跟着嚼起来 我嘲讽一笑 空气好吃吗 她羞的脸轻一阵红一阵 咬牙切齿道 你别太嚣张 等离开这里之后让你好看 气愤转身离开 其他三个人也起身远离这里 这种看着别人吃东西自己却吃不到 实在是太煎熬了 居然没人发现顾萱还躺在地上 我发现了 但没当一回事 继续吃烤肉 此刻直播间议论纷纷 顾萱不会挂了吧 顾萱都这状态了 还不派人去救援 顾萱伤得挺重的 又是被野猴子伤的 谁知道有没有感染什么细菌或者病毒啊 节目组快去救人吧 此时导演组在镜头后面也是促进了 导演终于下定决心对副导说道 通知潜伏在森林里的人 让他们先悄悄靠近 顾萱先在附近埋伏着 等楚桥离开那里就悄悄把顾萱带走 伪造成他被野兽掳走的假象 拍摄继续进行 森林里 我吃完东西 发现顾萱还是一动不动躺在原地 不会死了吧 我起身走到顾萱面前 坏了他一脚 喂 还活着吗 顾萱一动不动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蹲下身 伸手掐住他手腕 静静感受着他的脉象 真麻烦 我从背包里拿出小型医疗包 不过顾萱目前的情况 我这些药包里的东西只有点符可以给他用 他的伤口已经发炎了 于是转身就进森林找草药 得亏运气好 没过一会就回来了 我将草药捣烂 用点符简单给伤口消毒 然后把草药抹到上面 做好这一切 我找了个远离顾萱的地方睡 顾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原地 他呼吸慢慢变得有力 暗中观察的工作人员看得出来 他的情况开始好转了 也没有出现 继续潜伏在暗中保护和观察 一整晚 顾妍妍都没有来找顾萱 直到第二天天亮 顾妍妍才一脸不悦地跑来找顾萱 他看着还躺在地上睡觉的顾萱 用力推嗓着 哥哥 你怎么还在睡呀 你快起来 许静他们都去找吃的了 你也去找点吃的吧 再不吃东西 真要被饿死了 顾萱被推嗓着醒了过来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发现身上抹着绿糊糊的东西 还凉嗖嗖的 看来正是这绿糊糊 让他发炎的伤口消炎了 而且高烧也退了 这些草药是谁帮我涂上的 要是没有这些草药 我估计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妍妍 昨晚是谁去找的草药帮我涂上的 顾妍妍愣愣愣 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顾萱身上涂满了草药 其他几人也不懂医术 那就只有我了 看着顾萱眼睛发亮 满脸期待的模样 他看得出来顾萱很感激那个人 如果被顾萱知道 就他的人是我 他以后一定会向着我的 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顾妍妍咬了咬唇 悠悠地说道 哥哥 这说的是什么话 这里除了我 还有谁会对哥哥呀 顾萱满脸疑惑地说道 是你帮我上药 可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 医术这方面的东西 顾妍妍委屈地红了眼眶 我会认草药 我以前的确不会医术 但我在知道这档综艺 要到野外探险之后 担心会在野外遇到危险 所以偷偷学了一些野外生存常识 也多亏了我偷偷做了功课 否则哥哥就要死在这里了 顾萱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家妍妍出息了 竟然这么厉害 我这条命算是你就回来的 以后哥哥一定好好报答你 顾妍妍破体微笑 哥哥 你别和我那么见外 我们是一家人 我就你是应该的 只要哥哥能一直记得我的好 你因为楚桥的挑拨离间就疏远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顾萱说 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 楚桥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你的妹子 像她那种冷漠绝情 看见自己亲哥哥快死了 都没有任何反应的人 根本不值得一提 说完眼中露出了对楚桥的厌恶 顾妍妍调皮的笑了笑 哥哥 你的身体竟然已经恢复了 我们一起去找吃的吧 顾萱点了点头 顾妍妍立刻把她扶起来 挽着她的手臂一起离开 直播间里观众们都气疯了 妈的 这顾妍妍太贱了 顾萱身上的要明明是楚桥土上帝 她竟然不要脸貌于功劳 真是虚伪自私 顾萱也是没脑子 顾妍妍说什么这姓什么 不知道求证一下吗 她都忘记顾妍妍之前 对她是什么态度了吗 这种没脑子的蠢货 难怪被顾妍妍这个绿茶丸的团团转 我回到河边 又看到了顾妍妍那群人 他们面前居然摆着两只兔子 没想到他们竟然抓到兔子了 看来他们还没有那么废物 我拿着兔子走到河边清理 顾萱不情不愿走到我身后 冷漠地开口道 楚桥把你的刀借给我们用用 她语气非常差 听得不像是来借东西 早上是来找我的茶 我头也不回 冷声道 不借 顾萱瞬间怒了 楚桥 你怎么那么自私 你不分东西给我们吃就算了 现在只是为你借刀 你都不肯借 你真是又自私又恶毒 自己喝饱吃足就不管自己的亲哥的了 我发了个白眼 懒得理她 只是有点后悔 昨晚不该救她的 救了她 她不仅不感激 对我态度还更差了 真是救了一只白眼狼 顾萱气得脸通红 对我无视之后 她更生气了 猛地抬起脚踹向我 我伸手敏捷 迅速往旁边一闪 躲开了这一脚 顾萱又伸手来推我 在她的手碰到我之前 我反手抓住她手腕 手上用力把她往河里一甩 她掉下河里之前 另一只手抓住了我肩膀的衣服 扑通 我被顾萱拉着 一起掉进了河里 手里的匕首和兔子 都脱手掉进了河里 耻辱 让顾家丢尽颜面的存在 我这个当哥哥的今天 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免得你以后更过分 做出让顾家丢脸的事情 他扬起手想要打我 我率先一步甩了他耳光 同时用力掐住他 手腕力度大的 几乎能掐碎他的骨头 顾萱惨叫一声 被迫松开了 抓住我的手 我一脚把他踹开 你算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教训我 滚 以后少来招惹我 我往岸边游去 顾萱在水里挣扎着 身上却痛得使不上力气 身体甚至无法保持平衡 被河水冲着走 救命 顾萱惊慌失措的呼救 我头都没回 同样的见我不会犯第二次 昨晚救了他 他今天恩将仇报 哥哥 顾萱惊惊慌失措 大声喊叫 徐静一边脱鞋一边说道 我出道之前是游泳队的 我去救他 顾萱惊眼珠一转 身体一歪 倒在徐静身上 顺势伸手抱住他 装作受惊吓 变得慌乱无神 失了理智的模样 嚎啕大哭 哥哥 哥哥 你不能出事啊 楚桥怎么那么狠心 哥哥是他的亲哥哥呀 他居然想害死哥哥 他太残忍了 哦哦 徐静皱起眉头 你松开我 我现在立刻去救你哥哥 现在还来得及 可是顾萱燕却死死抱着徐静 哭得越来越大声 仿佛没听见徐静的话 他要让顾萱死在这里 回去后 他就和顾家人说 和大众说 是楚桥故意害死的顾萱 这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所有人都亲眼看见 反正顾萱 这个没用的宠货 活着也帮不上他的忙 那就让他死掉好了 顾萱燕心里打的算盘 可谓是精明 徐静着急的说到顾萱燕 你快松开我 可再不让我去救你哥哥 他真的会被淹死的 他一边说 一边继续试图推开顾萱燕 可顾萱燕不知道 哪来那么大力气 他竟然推不开 徐静看向林小涵和张佳佳 你们两个别干愣着 快把他拉开 不再不去救顾萱 他真的会被淹死 张佳佳和林小涵 被顾萱燕一系列 动作下的呆住了 听到徐静的话 才终于回过神 他们立刻去拉住顾萱燕 你们不要碰我 不要拉我 不要把我和哥哥分开 哥哥你不要走 萱燕不想失去你哥哥 你要永远留在萱燕身边 他假装受惊过度 把徐静当成顾萱 死死抱着他嚎啕大哭 看着他这发疯的样子 张佳佳和林小涵都不敢碰他 直播间直接炸锅了 汉马的脑子有问题吧 雖然顾萱又蠢又坏 可他对顾萱燕 却是实打实的好 一直都在保护他 可他居然想让顾萱死 我寒毛都竖起来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 顾家能干出逼迫楚桥迁下 用自毁虔诚的方式 去衬出顾萱燕的协议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一家子垃圾 死有一孤 森林河边 张佳佳看着河流远处 寻找顾萱的身影 完了完了 没救了 林小涵看了眼被缠住的徐静 抬眸看向楚桥 楚桥 顾萱再怎么说 都是你亲哥 你去救救他吧 我冷漠地看向他 再逼逼 我把你踹下去陪他 林小涵缩了缩脖子 不敢说话了 我钻进森林 换了一身衣服 刚走出来 就看到树上一只猴子 在探头探脑 我犹豫了下 看了下猴王 杨生说道 喂 小王 你会潜水吗 我的匕首掉进河里了 你能带着你的小弟 帮我去找找吗 我说完之后 没有任何动静和回应 话音刚落下 猴王带着五只猴子 跳入了河里 潜入了水底 我又惊又喜 没想到这猴王这么聪明 不愧是能当猴王的猴 就是比一般猴子聪明 其余四人都看呆了 就顾妍妍都忘记哭闹了 和其余几人一起 目瞪口呆看着我 我竟然能指挥那群猴子 这也太离谱了 顾妍妍突然间声斥则道 楚桥 你关心几只猴子 都不关心自己的亲哥哥 你还是不是人 你把哥哥推到水里 他把他打伤留在水里 是你害死了三哥 你这个杀人凶手 等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去报警 让警察抓你 给三哥陪葬 顾妍妍看向徐靖等人 你们要和我一起到警察面前 指控楚桥这个恶毒的女人 是她害死了我三哥 徐靖就没说到 你如果不拦着我 我已经把顾萱就上来了 顾妍妍脸色一沉 愤怒的质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在怀疑我故意拦着你 不让你去救我三哥吗 那是我的亲人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去救他 我是被吓傻了 把你当成我三哥了 徐靖说 我只是说了事实而已 没说怀疑你 你这么着急的解释 反而显得你心虚 试图掩饰 云霄还阴阳怪气的道 你可真会调时间被吓傻 徐哥要救顾萱的时候 你就傻了 我们三个一起 站在这里 你不把别人认成顾萱 偏偏把徐哥当成顾萱 抱着他不放 现在顾萱被冲走 这么长时间也足够淹死他了 你就突然好了 嘖嘖嘖 顾炎炎气的 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大口大口的喘气 你们你们太过分的 你们居然如此抹黑我 等离开这里后 我会连你们一起告的 他们走不久 猴王就把我的匕首给捞上来了 我拿着匕首 提着三条鱼来到河边 把鱼开撑处理 再刮掉鱼鳞 一顿操作后准备起火烤鱼 当我把鱼烤得半熟的时候 徐靖等人回来了 顾萱没有死 只是有些虚弱我并不意外 我那一脚虽然重 但并不能把他踹残碎 顾萱眼前的烤鱼看 口水疯狂分泌 肚子也都在咕咕乱叫 我怕竟然抓到了鱼 我怎么什么都懂 丢了兔肉 又轻轻松松的搞到鱼 还是三条 走远之后 顾萱燕啜气了起来 顾萱问道 怎么哭了 顾萱燕眼泪巴达巴达的往下掉 哥哥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被楚桥害死 回不来了 我差点想跳下河 跟你一起离开 顾萱摸了摸顾萱燕的脑袋 感动的说道 傻丫头 别做傻事 就算我真的出事了 你也要好好活着 爸妈还有大哥二哥 还等着你回去呢 如果他们失去了我 又失去了你 你让他们怎么接受得了 顾萱燕哭着道 呜呜呜 可是看着哥哥遇到危险 我就无法思考 只想着和哥哥一起 顾萱温柔的说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别哭了 哥哥答应你 以后会小心一些 不会再让萱燕担心了 两人继续走着 过了一会儿 顾萱燕撅起嘴 一脸委屈的说道 刚才在哥哥被水冲走时 我太害怕了 吓得大脑空白 什么都无法思考 偷把徐静看成了哥哥 我死死抓着哥哥 不想让哥哥离开我 没想到 他们竟然认为 我是故意拦住徐静 不让他去救你 他们联合起来打压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真的好难受 我不怕被针对 但我不能接受他们污蔑 我想害哥哥 我恨不得和哥哥一起死 怎么可能故意不让人去救你呢 说了说着 顾萱燕又开始掉眼泪 哭得无比委屈了 他怕待会徐静他们和顾萱提起刚才 顾萱会对他产生怀疑 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主动提起 顾萱肯定会觉得他心里坦荡 才敢和他说 肯定不会怀疑他 顾萱心疼的帮顾萱燕擦眼泪 怎么又哭了 我相信你 我不会怀疑你的 我家炎燕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 你怎么可能会害我 你连一只鸡都不敢杀 怎么可能想让我死 再说了 你昨晚才救了我 今天怎么可能又想让我死 这说过通了 无论他们怎么抹黑你 哥哥都不会信他们的 他们根本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有多少善良 顾萱燕破替微笑 谢谢哥哥这么相信我 只要哥哥愿意相信我 无论别人怎么误会我 我都无所谓 因为我只在乎哥哥 精彩弹幕来了 妈的 我受不了了 让我过去撕浪顾萱燕这张颠倒黑白的嘴 顾萱燕真见 明明她就是想要让顾萱被淹死 另外三个人都很关心顾萱 可她却反咬一口 在背后抹黑另外三个 关键是顾萱还相信了 真是关心一条狗都好过关心顾萱 顾萱你再这么眼盲心瞎下去 你迟早要死在顾萱燕手里 楚桥打了你那么多次 都没把你打开窍 急死我了 顾萱怎么会这么蠢 这种智商能活到这么大 也是不容易 一个蠢 一个贱 绝配 顾萱燕太绿茶了 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啊 导演快把大镜头切给楚桥吧 我宁愿看楚桥发呆 都不愿看顾萱犯贱 而此时镜头的另一边 我已经把一条鱼烤好了 徐静和林肖涵以及张佳佳 则坐在不远处 眼巴巴的看着 不断吞咽口水 但却不敢开口讨料 他们已经知道 我有多冷漠决断了 我不想给 他们怎么求都没用 我拿起烤好的鱼咬了一口 顺手把架在旁边的另一条鱼 放到火炭上烤 我嚼着又香又嫩的鱼肉 抬眸看向徐静等人 眯了眯眼 脸上写满的幸福 徐静说 我们就看看 不抢 他们饿了这么多天 想抢也抢不过 我带上问道 你们会什么才艺吗 三人露出迷惑脸 我接着说 你们表演节目让我下饭 表演得好 我就赏你们一些实物 林肖涵怒目圆瞪 你这是把我们当卖唱的呢 就算你牛逼 你也不能这样侮辱人 不想 他话没说完 张佳佳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 快速地跑到楚桥面前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会唱歌 唱歌可不可以 我点点头 可以 张佳佳忙问道 你想听什么歌 楚桥说 你看得唱 张佳佳想了想 说 我唱一首我喜欢的晴天吧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天天放这首歌 张佳佳亲了亲嗓子 开始认真的清唱 花风成天 我学过 握着你手 我偏偏 遇见 那道我连你不见 还有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 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 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 你好像还是说了 他的嗓音不错 唱功也不错 但因为太长时间没吃饭 唱得有点虚 听起来有气无力的 不过我也没有中途叫停 我正如他们口中说的那样 对于自己不关心的人 的确很冷漠 哪怕对方在自己面前快死了 都无法生出同情心 我以前见过太多那种场面了 同情心早就过多消耗 导致现在分泌不出来 等到张佳佳唱完 我才对他说 先等着 等这条鱼烤好就给你 张佳佳喜笑颜开 徐静也站了起来 对我说 我唱歌不好听 但我拍戏学过一些武剑招式 我用树枝当剑表演武剑可以吗 林肖涵说 那我就给他配乐 说完拽了旁边树上的几片叶子 我点点头 当然可以 徐静立刻起身在附近 挑选合适的树枝 过了一会儿 他拿了一根长短和剑 差不多的树枝回来 他拿着树枝开十五 干净利落的招式 竟然比很多精心排练过的节目 还赏心悦目 即使简单配乐也依旧热血 不愧是老祖宗留下的瑰宝 我挑了挑眉 这两人是有点才艺在身上的 徐静非常敬业 舞了将近十五分钟才停下来 林肖涵也配合的吹了十五分钟 徐静舞的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林肖涵吹的脸都变成猪干色了 差点喘不上气来 好好好 太精彩了 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表演 两位前辈太厉害了 徐前辈体力真好 林前辈肺活量真大 张家家非常腾肠 用力的鼓掌 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这么长时间没吃饱饭 他们还有体力表演 这是真的厉害 怎知他话音刚落下 徐静和林肖涵就齐刷刷的倒下了 那两位前辈怎么了 张家家吓坏了 急忙站起身想去查看他们的情况 然而因为他起的太梦了 刚站起来他就眼前一黑 也倒到了草地上我无奈的说 他们和你一样 的血糖晕一会儿而已 张家家尴尬地摸了摸脑袋 好像是这个道理 他俩经过短暂的眩晕之后 很快缓地过来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 走到火堆旁坐下 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还在烤着个鱼 闻着空气里的香味 不断地吞咽口水 等到鱼烤好之后 我让他们三人自己分 他们虽然很饿了 但还保留着最后的体面 没有争夺 都很客气的分食 张家家一边吃 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四天了 我终于吃到像样的食物了 无物人最怕在苦难中 突然感受到一丝温暖 很容易让人破防 就在这时 顾萱换好了衣服 他和顾妍妍又过来了这边 看到他们三人坐到了我面前 他以为我终于心软了 主动把食物分给他们 其中肯定也有自己的份 因而满脸愤怒 松开了挽着顾萱的手 快速跑过去 要骂道 你们怎么这么自私 不等我和我哥哥过来 就先吃了 把我和我哥哥的那份也吃了 你们太不是东西了 剩下的都是我和哥哥的了 你们不准吃了 快给我 而是去抢张嘉嘉的 贱人 剩下的是我的了 快把我的鱼给我 不是快速的伸手 抓住张嘉嘉的手腕 张嘉嘉被吓得不轻了 这是我们的 你不能抢 死死抓着穿着烤鱼的木叉子 另一只手挡住顾炎炎的手 不让他抢夺 啪 顾炎炎愤怒的抬起手 甩了张嘉嘉一个耳光 你们都已经吃了 剩下的是我和我哥哥的了 快老老实实自己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顾炎炎愤怒不已 还不忘招呼顾萱 哥哥 你快过来帮我呀 他们想要偷吃我们的食物 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不能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 他一边说着 一边又要动手去抢 但是 他手还没碰到 穿着烤鱼的木柚 就被林萧涵抓住了手腕 接着 林萧涵毫不客气的一脚 踹向顾炎炎 顾炎炎被踹得倒退两步 口中发出一声惊叫 你你居然打我 你不怕我让我大哥封杀你 但你在娱乐圈混不下去吗 林萧涵冷笑一声 我又不是只有内鱼可以混 内鱼混不下去 我可以去寒鱼 顾炎快步走到顾炎炎身旁 伸手搂住他被踢得摇摇欲坠的身体 不悦地质问林萧涵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 顾炎炎扑进顾炎怀里 扑得伤心一绝 呜呜 哥哥你要替我做主啊 他们太坏了 偷吃了我们的东西 不把属于我们的食物给我们就算了 还动手打我 他们不是人 林萧涵被气笑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们什么时候偷吃你们的食物了 老子盛世有问题 我是楚桥给我们的 什么时候成瘾的了 顾炎炎说 我当然知道这两条鱼是楚桥给的 但它是给我们所有人的 你能去背着我和我哥哥 三个人偷偷地吃 还想把我们的那份也吃得你们太过分了 做的简直不是人能做出的事 顾炎也开口说道 这是你们做得太不得道了 既然是大家的东西 应该等所有人一起到了 再一起去平分你们 去瞒着我和炎炎 自己偷偷吃 这行为本身就不对 你还动手打炎炎 更是错上加错 林霄含笑出了声 讽刺地说道 谁告诉你们 这是楚桥送给我们所有人的 这是我们给楚桥表演节目 他给我们的报酬 没有你们的份 顾炎脸色一僵 顾炎炎也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 修得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顾炎看向不远处的我 犹豫片刻 开口说道 是不是我和炎炎表演节目给你看 也可以吃 我淡漠的抬眸 冷冷地看向他 吃笑道 我不想看你们表演 光是看到你们 我都觉得恶心 顾炎炎恼羞成怒地说道 楚桥 你怎么那么冷血 我们是你的亲人 你宁愿给外人机会 都不帮衬帮衬自家人 你真是畜生不如 我似笑非笑地道 是是是 我畜生不如 你们和畜生一样 行了吧 顾炎炎气结巴了都 他狠狠咬了咬牙 重新看向张家家等人 既然这些鱼 楚桥给了你们 那就属你们了 他收起张扬八户的模样 脸上露出几分柔弱 楚楚可怜地说道 鱼 你们有分配的权利 求求你们分一点给我吧 只要你们把食物分给我 等离开这里之后 我让我大哥给你们资源 他们无动于衷 我对顾炎炎的厌恶 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要是拿我好心 给他们的事物 送给我讨厌的人 那就是得罪我了 就算不怕得罪我 在为人处事的层面上 他们也卑贱得很 顾炎炎咬了咬唇 伤心地说道 难道你们也那么狠心 要见死不救吗 我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 再不吃东西 我真的会饿死的 他们依旧没什么反应 而是饿不死的 森林里不是到处都是野菜吗 顾炎炎见他们油盐不尽 气得开始诅咒 你们这么自私狠心 你们将来会下地狱的 如果我饿死了 那就是被你们害死的 你们就是杀人凶手 一辈子都别想安宁 可无论他怎么说 林霄涵等人都当做没听见 他们继续吃手里的烤鱼 顾萱伸手拉住顾炎炎 强行把他拽走炎炎 别说了 我们走吧 直播间的观众 讨论得更开心了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顾炎炎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楚桥会分食物给他 他一直针对乔姐 还想让乔姐给吃的给他 真不要脸 我都替他丢脸 最喜欢看绿茶和纯狗丢人现眼了 第五天 我醒来时 张佳佳等人还在睡周时一番 背着背包走进森林 到我走进森林 顾炎炎拉上顾萱悄悄跟上去 顾萱说道 你跟着他干什么 还想去打他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 我们吃饱了都打不过他 更别提我们现在饿了这么多天 顾炎炎贼兮兮的说 他每天出去都能找到食物 我们跟着他 看他是去哪里找到食物的 又是怎么抓到猎物的 其实 说白了他就是想趁我打死猎物 来不及去捡之前 先跑去把猎物捡走 只要猎物没到我手里之前拿走 我就不能咬定 但是我和顾炎炎一起 悄悄跟在了我后面 我在第一时间就发现 他们在跟踪我 不过我并不在意 反正他们对我来说 并没有威胁 而且我也挺好奇 他们跟踪着我能干出点什么 不会又想来挑衅吧 我并要让他们跟上 还特意以正常的速度行走 没有当初疼 生怕他们跟不上 但即使如此 他们还是落后一大劫 当我穿过森林的时候 却发现